华为Mate50即将发布 但离人悲痛的是 华为大概率将不会再出新的芯片了 因为早在2020年 华为玉成东就说了 麒麟9000就是华为手机的绝场 当时很多人都说 把华为打趴下了 老美躺赢 结果还真发生了 没有了华为 苹果和高通 瓜分了手机芯片市场 目前手机芯片就四家 苹果、高通、三星和联发科 三星自家作死 放弃了中国市场 从此一蹶不振 而联发科还在中低端挣扎 能打的就剩下了老美的苹果和高通 高通虽然也同样拉垮 但是依靠国产手机带动 依然占据了多数高端市场份额 至于苹果则是最大的赢家 本来在华为的冲击下 苹果国内高端市场跌落神坛 国外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现在没了华为 苹果再无对手 不仅销量暴涨 市值也一度突破3万亿美元 创造了历史 但是实际上 苹果和高通的芯片是真的拉垮 纯属堂赢 高通生产的骁龙888芯片 因为功耗高 被大家称为火龙 不仅连累了国产安卓手机 在性能上 更是被苹果降为打击 同代性能落后40%以上 甚至连累了中国手机品牌 而苹果虽然没有高通那么拉垮 但是也和躺平差不多了 苹果A15单核性能仅提升8% 多核也仅提升11% 是这几年以来的最低数值 被网友亲切地称作为挤牙膏 其实苹果芯片挤牙膏的行为 已经持续了两年 没有了华为的冲击 苹果大概率还会继续挤下去 可以说 没有了华为 苹果和高通就没有了对手 即使是躺平 也能震得盆满钵满 相反 华为被断工后的四年里 日子则难过得多 2021年 华为手机销量不足3000万台 连颠峰期的2.4亿台的零头都不到 但是让很多人感动的是 华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芯片的研发 表示不仅不会缩减开支 反而还会帮助产业链的伙伴一起突围 这种精神非常的悲壮 华为的压力很大 另一方面 即使华为芯片设计能跟得上 中国芯片制造也没办法量产 至少几年之内没有任何希望 这也意味着这笔投资 很可能没有任何回报 除了华为自己 很多业内人士 乃至很多国人 都对华为芯片业务抱着悲观的看法 大家普遍担心 华为芯片研究到底还能坚持几年 又有哪些突围路线的 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就用一个视频讲清楚 华为芯片的战略 要了解华为芯片能坚持几年 就要了解 芯片在华为业务中的战略地位 很多人对于华为芯片 还只停留在手机上 认为华为没有了芯片 只不过是少了一个手机业务 它的通信业务才是主因项目 实际上 这是小看了华为对于芯片的规划 海思不仅仅有手机领域的麒麟芯片 还有深藤芯片 昆蓬芯片 巴龙芯片 零销芯片 可以说 芯片早已渗透到华为的三大业务里 是华为最具核心的战略高地 华为凭借着麒麟芯片的先进性 带动其他芯片的发展 成为芯片界的超级黑马 在2019年时 海思营销增长全球第一 体量也成为全球第五的芯片设计公司 但是这些还不是华为被针对的主要原因 因为一家公司再强大 也做不到让老美主动针对的地步 真正让他们寝食难安的 是华为芯片背后的产业 神腾芯片是AI芯片 对应的是人工智能领域 昆蓬芯片是云计算芯片 对应的是数据中心 巴龙芯片是通信芯片 对应的是5G基站 灵销芯片是连接芯片 对应的是万物互联 而人工智能 数据中心 5G基站和万物互联 都是新基建项目 也是中国数据社会的基础建设 我们都知道 人类正处于工业社会 向数字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 未来谁先掌握数字基建 谁就将在数字时代掌握先发优势 数字社会最重要的两项就是通信和算力 通信是信息交流的大血管 算力是信息处理的大脑 不管是人工智能 还是数据中心 或者基站都离不开这两样 而它们分别对应的底层技术 就是5G技术和芯片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华为在5G上将其他人甩在了身后 在芯片上又是只大黑马 只要给华为时间 他们就有能力将这些芯片 兜打造成像麒麟芯片一样出色的性能 到那时 在华为的带领下 中国数字基建将遥遥领先 这是老美绝对不能接受的 然后就有了唯独5G 芯片封锁的事件 目的就是严款华为和中国基建的布局 在历史上 它们也曾多次用这样的手段 对付其他国家的企业 而且百事不爽 1987年 东芝向苏联出口先进的疏控机床 结果老美直接将东芝列入了黑名单 逼迫日本将东芝的负责人抓捕归案 并且向老美出让相关技术 东芝因此一蹶不振 2013年 它们再次出手 这次受害者换成了法国的阿尔斯通 他们以行贿罪 抓捕了阿尔斯通的高管皮耶鲁奇 逼迫他认罪 阿尔斯通也因此被拆解 核心业务被通用收购 现在美国估计重施 但出无他们意料的是 华为宁愿伤痕累累 也要选择站着 而中国更不是法国和日本 一直在持续支持华为 华为能坚持多久 其实答案已经出来了 王晓乐说 芯片是华为的核心竞争力 既然选择站着 而且都站稳了 华为就不会轻易再放弃 网大了说 中国的科技企业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中国也不会放弃华为 其实华为多次强调 确实有困难 但并非不能克服 这就表明了华为的决心 就是要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刻 那么问题来了 光有决心是不够的 华为芯片到底该如何突围呢 其实答案 华为也早就说过了 2021年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 在年度报告上就说 将用面积和堆叠换性能 用不那么先进的工艺 让华为产品变得有竞争力 这个工艺就是3D堆叠技术 这是华为的短期策略 而在长期策略上 华为多次强调 要带领芯片产业的伙伴们 共同突围 那么 这个3D堆叠技术到底是啥 中国真的能突围吗 答案还真的有可能 3D堆叠技术 其实我科不过 也叫3D封装技术 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技术 更不是华为独有的技术 英特尔和台积电 乃至国产芯片封装企业 都已经完成了相关布局 它的原理就是通过设计组合 将原本单独的多枚芯片 重新封装在一起 组成一枚性能更高的芯片 属于芯片里面的封装环节 它的原理虽然不复杂 但是前景非常大 几乎可以确定 是芯片的下一个战场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这边简单科普一下 大家都知道 芯片分为三个步骤 晶圆制造 光刻和封装 其中难度最大的就是光刻 因为它需要攻克摩尔定律 就科普过了 简单来说就是 芯片就那么大 植物的晶体管越多 研发成本和难度就越高 总有装不下的时候 以前大家为了突破摩尔定律 就选择在光刻环节上下功夫 制造出了光刻机 用它就可以雕刻出 体积非常小的晶体管 一开始这种玩法还凑合 但是芯片到了5纳米之城 难度直线上升 不仅晶体管高达上百亿颗 而且单个研发费用 也高达5亿以上 很多企业都玩不动了 想要换赛道玩 在芯片三大环节中 晶圆和光刻已经被玩得差不多了 芯片企业要么直接换材料 要么只能在封装这个环节上下功夫了 所以3D封装技术 就成了大家为数不多的选择 而3D封装和普通封装的区别 就像是盖房子 在一块固定大小的土地上 你盖一层小平房 那房间的数量自然就有限了 但是你将它往高了盖 可以利用的空间就多了起来 在芯片上也是一样 能植入的晶体管就更多了 性能也就越好 那么这种方法可靠嘛 事实上确实可以 利用封装提高芯片性能 已经有先例了 苹果M1 Ultra就是如此 它是有两块M1 Max芯片 封装在一起 其实就是水平拼接 它同样是5纳米芯片 但是却拥有20核中央处理器 性能比市面上的16核高出90% 如果继续拼接的话 性能还可以再次提升 当然它的劣势也很明显 水平拼接会导致芯片的面积变大 和同类型芯片相比 M1 Ultra的面积要大出4倍左右 所以这枚芯片没办法用在手机上 只能作为电脑的处理器 而华为则不同 它是要解决手机的芯片问题 所以研究的是数项堆叠 也就是3D堆叠技术 它不仅要考虑如何连接的问题 还有考虑架构 发热 性能等问题 不过不用担心 华为已经申请了几项相关专利 如果能够顺利研发出3D堆叠技术 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华为芯片的性能 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 这个技术并不是华为独家的 华为可以设计 苹果 高通 三星也可以设计 所以只能弥补华为的缺失问题 而不能弥补差距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不是华为独家拥有 那么为啥华为还这么重视3D堆叠技术呢 其实 这是芯片发展的方向 和中国芯片产业的机遇 目前市面上 研究出完成3D封装技术布局的 有台积电 英特尔 长电等等 其中 英特的Foros属于比较早期研究3D封装技术的 而台积电顺在整体性 至于长电则在封装领域比较强势 三者各有优势 看到这边 很多小伙伴可能反应过来了 我们的技术并没有占优势 那么为啥还说3D封装是华为的机会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封测产业的现状就知道了 芯片产业链包括了 晶圆 光刻 封装 以及设计四大环节 但是大家很少知道 中国除了光刻领域落后比较多以外 而且老美在芯片的优势其实是吃了先发优势的红利 由于光刻环节涉及到光源 原材料 光刻机设备等领域 技术门槛比较高 所以起步早的国家跑得就比较快 而且他们设置了专利技术等壁垒 导致我们追赶的难度非常大 但是由于摩尔定律的存在 西方在光刻这个环节快走到头了 3纳米制成的芯片迟迟迟没有量产 所以大家就把赛道换成了设计和封装领域 希望在这两个领域重新开始 但是在设计与封装环节中 中国可不怂其他人 我们先说封装吧 国外的封装发展虽然早于中国10年左右 但是封装领域技术门槛相对较低 所以中国以非常快的速度追了上来 以中国芯片封测巨头长电科技为例 在2010年刚进入时 长电就闯进了全球封测代工厂的前十名 到了2016年 已经集升为全球前三 现在依旧排名第三 未来还有望再进一步 除了产电科技外 中国大陆同期发展起来的还有通负微电 华天科技 共同组成国产封测三巨头 在2021年 全球封测前十名里 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几乎霸榜了 而且国产三巨头全部都挤进了前六 也就是说 中国封测环节并没有光刻机环节那样落后很多 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有优势 加上3D封装技术还是起步阶段 属于全新赛道 没有过多的专利壁垒限制 中国赶超的机会非常大 比如上面说的长电科技 它在去年7月7日 就正式推出了多维封装技术 覆盖了2D 2.5D和3D等多个封装的方案 华天和通负也布局了3D生产线 也就是说 国产3D封装正在跑步进场 和其他企业可能有差距 但是远没有光刻那么大 而封装其实还和设计有关系 因为芯片的类型有很多种 比如CPU GPU ISP芯片等等 不同芯片组合可以发挥出不同的功能 而且未来的封装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是这样评价的 封装集成设计 及器件设计软件算法等为一体的综合技术 在10年间提高了100倍 而软件和芯片设计恰恰是中国比较在行的 不仅有华为海思 还有阿里平头哥 子官展瑞等企业 甚至小米OV都在跑步入场 国产芯片设计大有可为 所以我才说 3D封装可能是华为的机会 也可能是中国赶超芯片先进水平的机会 芯片技术的争夺 就像是一场越野长跑 而芯片制造的4个环节 就像是4个赛道 前半程是以晶圆光刻为主的障碍物 后半段是以设计封装为主 西方国家擅长制造障碍物 不仅先出发一步 还喜欢搞小动作 中国追的是辛苦了一点 而现在换到了不同的赛道上 那么中国只要再努力一下 未必就不能连落后的地段 也一起追上 当然啊 我们也希望到那个时候 华为和中国都能实现涅槃重生 好了 我是熊猫 感谢你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见